小巷暴雨,狭窄水槽来不及泄水,春雨如游地冷水浸过了脚面,让人难受。 在苏苏眼中玉树临风的身影似乎在犹豫是否要踏入巷弄,她正纳闷,只听到一句苏公子对不住,然后就被一记手刀敲在脖子,当场晕厥了过去。 木盲女琴师搀扶身体贪软的苏苏,走向院门口,一名魁梧汉子近立门槛,接过了苏苏,年轻女子趴一声收起油纸伞,想要一并还给这名木讷汉子,不料院门哗啦一下紧闭,在明显不过的闭门庚。 性情安宁的她也不恼,将这柄小伞树在门口墙角,背后棉布行囊已然被雨水湿透,露出一架古琴的形状。 弯腰安静放伞时,她两指扣住绳结,轻轻一抹,摘掉布囊,湿润棉布顺势激起一阵雨水。 同时三朵水花在巷弄空中泵射荡开,如同莲花绽放,随即消弥在昏暗雨幕中。 只见黄铜峨眉桃花三柄飞溅被无形气机击中,在雨中翻了几个跟头,然后弹反回袖,引入软甲剑囊。 第一次杀鸡重重的试探,就此告一段落。 同样是大雨瓢泼,院内院内的气氛仍是大不相同,搬完了几盆兰花的老夫子来到前屋,望着背回苏苏的铁匠,眼神凝重。 老夫子一般不在铁匠铺子逗留,都是快步穿堂而过,今天却搬了张板凳坐在门口,铁匠也不说话,一脚将椅子踢到火炉前,将沉睡的苏苏放在椅上, 这才来到门口蹲下,回望了一眼年轻人的背影,叹了口气。 苏苏自打董世奇老夫子就成了城北小有名气的教书先生,后来一次被打板子的孩子回家哭闹。 当徒子剁肉贤熟的男人第二天抄着家伙就去私塾茅庐揍人,结果老夫子给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当时苏苏也在私塾里摇头晃脑念圣贤书,热血上头,就要去给老夫子帮架,帮到忙而已。 害得老夫子手臂上被划开一道大口子,徒子其实也没想到要授业刻板的老学就见血,一下子慌了神,就逃出茅庐。 后来打铁的奇叔去了趟肉铺子,也没能要回厂子脸面和医药赔偿,只听看热闹的街坊邻居说是徒子见着了铁匠,拿刀往砧板上一摞,奇叔就回了一句我是买肉来了,让苏苏听闻以后恨不得挖个地洞钻下去。 少年时代,家里两条老光棍也成了刘八子这帮泼皮公结苏苏的笑柄,大师肯定打不过,苏苏退而求其次,附近市井里每次有泼妇大娘掐架对骂,他都捧着碗在一旁蹲着看戏,学了许多辛辣脏话,这些年受益无穷,刘八子就没有一次吵架落败不蹊跷生烟。 可苏苏也知道,会吵架没什么用,就跟老夫子会讲大道理还是抵不过一个粗鄙徒子一样,所以他喜欢听那些大侠踏雪无痕手起刀落的传奇故事,也想着这辈子若是能跟这般的不得的江湖人物打交道一回,哪怕是被打上一顿,也值了。 在他印象中,大侠嘛,都是不走寻常路数的,露面时不说抱刀捧剑站在城头最高处,就算出现在市井巷弄,也得最不计是站在屋顶或是土坯墙头,才配得上高手二字。 可惜,这座城镇外头有军营驻扎,活了二十多年,连一个飞来飞去的大侠好汉也没能见着。 前个几年,好不容易听说紫雕台上有两匹侠士比拼过招,大清晨就屁颠屁颠跑去欣赏高人风采,哪里撂到一袋子,瓜子都磕完了。 正五十分才露面,加一起二十多人,各持刀剑,挺像回事,结果带头两位站在紫雕台顶不动手只动嘴皮子,骂了个把时辰,竟然说下回再站,就个回个家了。 害得苏苏回家以后,躺在床上半天没回过神。 那时候,才起来的一点练武尽头,就立马给一抛尿彻底浇灭了,原本以往每天都要跟同龄几位去干涸河岸,站桩练拳,打那以后也就没人愿意提起。 遗憾的是,他似乎错过了一场距离极尽的巅峰厮杀,更遗憾的是他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真相,一如他不知道老夫子和铁匠的择舌身份。 前院种植有一层芭蕉,高不过强朵,并奄奄的,绝大多数芭蕉洗半阴温暖气候,院中这一层黄积芭蕉耐寒,是少数能够在北莽这边生长的蕉类,不过院落水土不好,长是稀疏,还是归功于这些年年轻人没了摘芭蕉叶玩耍的陋席,才有这般光景。 风生雨生,雨打芭蕉生,很是乏味。 魁梧铁匠闷声闷气道,知道我们在这儿落脚的,也就只有北梁独市李一山。 门外两人,院门口的悲情女子,小巷尽头的佩刀男子,都不简单,若只有一个,我还能挡下。 戚风苦雨拂面吹嘘,老夫子恍若未绝,轻声道,当初奔逃到可以遥望南海关阴安的山崖,是李一山亲自带兵驱赶,也是他私放了我们三人。 只说西蜀国座还没到断绝的时机,我赵定秀这些年想来想去,要说李一山是想要帮我朝复国,是如何也不相信的。 不过不管这位春秋中以绝户纪著称于世的谋士打了什么算盘,既然破天荒没有绝了西蜀皇室的虎,那么我这老头就算给北梁做牛做马,也没二话,只不过若是要太子以身涉险,做些类似拿性命去换取赵家天子视线的勾当,我肯定不会答应。 铁匠闷不吭声,读书人的想法,他一向想不清楚,也懒得去想。 在这里定居二十多年,每当苏苏沉睡,出身西蜀铸剑世家的他就开始打铁铸剑,一饼剑,铸造了二十多年。 他也想不出什么好名字,老夫子说这饼剑就叫春秋好了。 关闭。 老夫子沉声问道,何时出炉? 铁匠嗡声嗡气道,随时都可以。 老夫子点了点头,问道,被秦的女子多半是魔头削宋官了,好像新出了个杀手榜,她跟一个杀死王明吟的小姑娘并列榜眼。 不过,秦者在于禁邪正心,射魂破格鬼神,被他用来杀人,落了下诚误入歧途啊。 兴奇的铁匠扯了扯嘴角,没有出声。 老夫子自嘲笑道,知道你想说什么,类似盛世收藏乱世金银这种浅显道理。 我也懂,兵荒马乱一出传世琵琶曲,却出不了上好的琴谱,只不过还有些书生意气罢了,眼里揉不进沙子。 我家世代至琴,国手辈出,八宝七灰的独门技艺,恐怕到了,我手上就要断了。 铁匠叹了口气,瞥了一眼老夫子,记得似乎眼前这位赵学士有一个琴坛上下百年无敌手的说法,还是黄龙氏那只老乌龟亲口说的。 只不过如今,谁还有这份闲情意志? 墙外相中 木盲琴师盘膝而坐,交为鼓琴横膝而放,左手悬空,右手一根手指在琴弦上一摘。 铿锵声瞬间盖过了风雨声。 撑伞站在拐角的青年刀客终于一脚踏入小巷,开始狂奔。 灰蒙蒙天地被这一摘切割成两截,一道隐隐约约的银线将与木切豆腐般切过, 拦腰而来,徐凤年脚尖一点,身形跳过银线。 水帘断后复合,像弄两臂则眉这般幸运,撕裂出一条细不可见的钩痕。 两人相距百步变八十步。 长了一张清秀娃娃圆脸的女琴师沉浸其中, 无视前冲而来的撑伞男子,依然是右手,却是双指暗闲,一记打圆。 雨夜造访小巷的徐凤年眼睛眯起,手掌下滑,拖住伞柄,双指轻拧, 伞面朴素的油纸小伞在小巷中旋转飘摇。 迟拉一声,油纸伞被气机凝绳如石质锋刃的两条银线滑切而过, 刹那间辨别出轨迹的徐凤年往右手踏出,脚尖点在墙壁上, 身体在空中倾斜,恰巧躲过杀鸡。 七十步 女子做个相对繁琐的叠捐手势。 小巷内的黄豆雨点瞬间尽碎, 两边墙壁上榨出无数细微坑洼, 那柄尚未落地的油纸伞几乎碾为积粉。 徐凤年脚步不停,一挥袖口, 以峡谷面对野牛群奔袭而误得地断疆应对, 既然可断大疆,自然断得羽目勤生。 两股磅礴如龙蛇油水的浩大气机轰烹然撞击在一起, 徐凤年趁势钻过巷弄中激起的碎裂羽墙, 拉近到六十步。 木盲琴师掀细右手一滚一搓, 一根尤为粗壮的银线在身前滚动翻涌, 在小巷弄里肆意游液滑行, 如同出江的蛟龙, 扑向不愿停下脚步的徐凤年。 另一根规模稍小的银线小蛇从身后滑湖掠空, 在它左手墙壁上列出一条居中后两边浅的。 缝隙率先击射向公腰奔行的刀客, 在翘春雷离手, 与这根银蛇纠缠在一起, 绽放出一串火花, 徐凤年然后五指成钩, 右手握住那一尾如蟒骄凶悍游来的荧光, 骤然发力,一捏而断, 水花在胸口箭射开来, 真是好一幅花团紧簇的景象。 徐凤年身形所致, 大雨随之倾泻向木芒女琴尸, 只差五十步。 春雷被徐凤年一弹指, 直刺高空, 划开天穷雨幕, 坠向女子头颅, 一柄金缕出秀。 今夜在此守株待兔的女子 脸色如常, 悬空左手终于落下, 华阴银挠, 一反先前轻柔平和, 阴暗闲是大力尘, 故而激荡惊雷。 春雷翘和飞剑金吕都被斩断气机牵引, 虽然被徐凤年再生遗弃, 强硬收回, 同时也失了先机, 终于不得不止步站定, 双袖一卷推出, 硬抗琴师左手两手, 造就的闲丝杀鸡。 真刺镜。 镜面皆是, 可抵不过真有千百枚。 眨眼过后, 琴声停歇, 徐凤年低头看了眼左肩, 血丝渗出, 越来越浓, 即使是出入大金刚, 也指不住伤势。 他有些明白, 为何叫做擅长指悬杀金刚了。 未完待续。